这个听了刚才7号从Mr.X出来的这位玩家的发言以后呢 我作为一个在网易狼人杀玩游戏的人啊 我首先呢要说一下这局游戏呢 我不会像上一局一样了 我觉得不太像我上一局太不像我了 一点都不自信 对不对 这局呢我先问你7号玩家一个问题 你说如果6号玩家 就是啊如果5号玩家退了 你认6一定是一个远家 那么如果5号玩家不退呢 如果5号玩家一直在井上 就跟这个6形成了对调 你站谁的边呢 对不对 你必须要告诉我井上后这位全部都是狼 他能够准确地查杀一张6号牌 然后你还必须要告诉我 6号牌在验了你7号牌一张 积水的情况下要留到最后说 我昨天晚上验了7号玩家是一张金水 因为你要记得他的发言 总分总 先呢他的发言是 我觉得我这个地方给后之位丢一个金水 没有先这位这张牌查杀我的力度大 然后呢他停顿了没有说自己的金水是谁 然后呢开始说要留景辉流 他说5号玩家留了一个10号的景辉流 我也留一张10那么他是一个预言家的视角 为什么要跟自己的一个对跳的人的视角是一致的呢 这是1 第二是第二张牌 紧上我验一张毛毛 对吧 验一张2号牌 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并没有说你为什么验7 这是1 第二是如果说了的话 如果我忘了的话 那对不起 道歉 我没听清 然后最后说了一句 其实我昨天玩 对吧 我是 如果在五六里让我去选战编的话 我选五 吹水 哦 八号玩家 很厉害 很厉害 六号玩家一定要认我是个好人了 为什么呢 我为你扫清了一个障碍 对吧 我为你扫清了一个障碍 这个五号玩家在听到我八号站边 他在那一刻就选择了退水 来羞辱我这张牌 没关系 好吧 没关系 如果五号对我的羞辱 能够让好人获得胜利 我觉得这个羞辱 我承担了 好吧 我承担 这个羞辱我来承担 然后7号 现在你可以 你可以 可以稍微嚣张一会 一会有人 如果 对不对 说什么吃到了 忙足了你 对吧 已经两 也许两局女巫吃手刀了 对不对 三局是不是女巫也会吃手刀 我没有 我没有暗示你 我说我是一个女巫 吃了手刀 你吃毒了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你别慌 你别慌 那没关系 好吧 暂时 暂时就不复行 我说 我说 天朗 英特 sı 感谢观看